还有早上这是中国时报的讯息 环保志工日前垂掉清水断崖 清除了300多公斤的垃圾 结果赫然发现这里头还包裹了邮局的邮件也被丢包了 遭到扔弃的呢 有私人的邮件啦 水电费的账单 甚至连花莲 县府立委印制的整捆农民力 中华邮政在昨天道歉了 强调绝不护短 而涉嫌丢包邮件的43岁侯姓邮务士也被停职调查 最终将会革职处分 违反了邮政法 隐匿他人邮件将移送司法单位的查办 同时邮局也会登门向受害者来做道歉 客服东北季风的阻碍 垂降吊绳到清水断崖50公尺处清垃圾 只是志工们没料到垃圾竟然这么多 而且恶臭难闻 跟旁边的蔚蓝大海一对比 令人不舍 台湾发警之一 清水断崖被狠狠的糟蹋了 我们受过专业的训练 这个可以去做客服 但是你要一般的清洁客员 他去从事这样的动作 这个是比较困难 催生垂降100公尺 20位攀岩好手充当清洁员 花了8小时 清除了306公斤的垃圾 花莲县长副宽吉 立委王廷生 印制的农民粒整叠被丢弃 还有民众的账单 甚至县府的公文也被丢包 表达我们最高的一个歉意 这个如果严重性很大的话 这个是可以开除 中华邮政证实已经找到 恶意丢包的严务室 并且惩处 因为他不只偷懒 还破坏了清水断崖的美景 记者五彩薰陈慧文 花莲报道